8月4日,参加2013年海峡青年节寻根之旅活动的30名台湾王室宗亲青年代表与福州王室宗亲一道,在福州莲花山闽王纪念馆共祭闽王,缅怀先祖。 上午9时许,祭典正式开始,名枪奏乐,名炮尽香,献花祭酒。 荣台两地王室宗亲身着统一服饰,共祭先祖。 据记载,闽王王室宗生于1000多年前的唐末五代十国时期,他对民实行轻摇伯父,奖励工商,发展农业,拓展海外贸易,重视文化建设,以得人致敏,任用贤才,确保了当时福建的社会稳定,生产发展和人民安居。 八敏人民尊崇他为八敏人组,开闽王。 我们这代可能就算是一个桥梁的感觉,然后可以把就是这边的文化跟台湾的就是结合,然后过来这边多交流,然后大家彼此多认识。 然后像我们是冥王后裔啊,就可以在这边寻根,可以发现就是以前的祖先是怎么过来的,然后怎么建立就是这样子的社会。 对,然后还有我们在台湾生长背景啊,就是两边都可以互相结合,就是可以多多交流这样,得到不同的感觉啊。 据了解,这是福州市首次组织台湾年轻一代团体,到福州寻亲探访与交流。 约八十名台湾青年报名参加,目前居住在台湾的福州籍人士约有八十万人。 约八十万人。